好 樂天桃園今天宣布 旗下專屬啦啦隊要加入第八位新成員 也就是來自韓國的李多慧 他是在2017年初接觸職棒就愛上啦啦隊 而是在2019年正式登台 更在2021年跟2022年 在韓國引爆了李多慧熱潮 透過長達一年的協商 終於是坦承合作 李多慧也說7歲就開始學舞 謝謝舞團給的舞台 能夠擔任台灣樂天女孩 讓自己不但能傳遞韓國的應援文化 也可以學習台灣的啦啦隊文化 他將在4月14號首次登台 跟台灣球迷第一次近距離接觸 以上資訊